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 就是一部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的历史 过去两百多年 人类的真正大的改变 就是人类当中企业家精神给奔发出来了 所以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 科技的这种发展 我们看到都是企业精神 不同时代的人 一波一波的登场 一浪结一浪的创新和创业 所以形成了今天中国这个波澜壮阔的 这样一个大的结构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到现在为止 应该说了中国的写家群体的变化 我觉得还是很大的 经过这么四十年的大浪逃杀 百连成钢 那么这批企业呢 拿到世界上去 是可以和美国的企业 日本的企业进了 每一代企业家的变化过程 其实就是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 和企业家价值被社会逐步认同的过程 以九二派为核心的这样一些企业家们 他们最大的特色是家国情怀 关心国家大事 是他们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是一种基因 这一代人 他是在这个时代造就的 从小熏陶学习灌输的思想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个人价值 可以在这个特殊的时代 在这个浪潮中实现 我们的家国情怀 实业报国的梦想 得到了施展 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这是属于这批企业家们的高光时刻 这个时代来了 经济大炒来了 但是你有理想 你总要为社会干点事 做企业它是挑战性很强的 你要面临一个我们叫不去定性 或者分鞋 一个未知的领域 这里比较好多东西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支撑的 当你对一个行业 对一个事业 你心里边有目标 有信心的时候 你在最困难的时候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就是坚持 这个天本来是不亮的 但是你走着走着它就亮了 我们一直提倡叫做埋头拿车 所谓埋头拿车 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 办我们应该办的事 踏踏实实认认真真 你选择了创业 选择做了企业家 一定会受到挑战 一定会遇到困难 但是不是能够坚持 是不是能够去做一件正确的事 看转一个正确的方向 你一生为他去付出 一定会成功 企业家他是一种突破规则做事的人 他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发现别人发现不少的机会 还有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企业家 我觉得创新 在顺境时候创新是锦上天花 在逆境时候创新是突围 我相信每一代人里边 他一定出去好 都比他比老一代更优秀的人 所以这个企业家精神就是说 总是一代在推翻一代 一代在推翻一代 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做得很好 就没人挑战 你挑战一下老企业家的全是年轻人 所以你要充满信心 当你有了一个理想 你一辈子为他奋斗 这就要真正有理想 相信历史会特别铭记这一代企业家 这是专属于他们的光荣与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